1955年1月18日 人民解放军收服一江山岛 当消息传到美国 美方彻底坐不住了 开始对我国实施核打击 试图把我国崛起 扼杀在摇篮里 毛主席听后十分淡定 美国纳点原子弹 消灭不掉亿万中国人 当机立断 开始了原子弹的深度研究 刚刚从朝鲜战场凯旋的冯石将军得此重任 中央调你回来 是要你防原子弹 我不会 我 美国老会 苏联老大哥也会 可是他们呢 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于是教师们连家都没回 直接跑到了西部荒漠的无人区 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 因为上级传了口令 骆驼扛着生活物资 士兵举起枪杆子 抱着带刻度的标识 没日没夜的赶路 他们要去死亡之海 还没找到地方 部队就严重缺水 连嗓子眼都干了 还得警惕杀尘暴 派出去的着水小分队几乎全军覆没 只剩下一只军鞋 在部队即将脱水前 他们终于找到了使员 将军当即决定不走了 他命人将军鞋埋了 明枪替兄弟送行 接着让人打木桩 这立起来的不是木头 而是中国的腰杆子 因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在这里横空出世的 起初 冯氏将军带着部队 来到了上级指定的敦煌 但他看了一眼莫高窟 在震撼的同时 又惋惜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即间毁在自己的手上 苏联的技术专家过来后 冯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里建基地困难重重 苏联专家不屑一顾 但冯氏依然觉得 这不是理想的靶场 专家反应更大了 他觉得我们太弱了 没必要造千万吨级的 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请老大哥当保护伞 专家还是不赞同 还说这个方案 已经报告给了上级 冯氏找到首长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长在离开前 做出了决定 那你就去找你那个地方吧 找一个你能写出好事 大事的地方 冯氏在罗布泊 找到了写大事的地方 死亡之海 隔禹江 天山为平 昆仑炸 纵横南北 十万里 与此同时 苏联中断协议撤走专家 理论设计遭受重状 苏联专家还说大话 负责理论的陆光远 当即退后走向雨中 苏联专家在撤走前 销毁了所有的资料 国防人员从垃圾桶里 捡到了一些残缺的资料 苏联专家看到后肆意嘲讽 造出原子弹有多难 陆光达在黑板上 写出满满一黑板的公式 从这到这 美国人用了六年的时间 英国人用了五年 苏联人用了八年 我们没有八年的时间 两年都没有 一直要算到这 一遍不行 两遍 两遍不行 三遍 计算机只有一台在科学院 别的部门也急着用 我们没有别的窍纹 就是用算盘打 也要把他搞出来 于是 这群人每天连家都不回 没日没夜的拨算盘 噼里啪啦的声音 从来没停过 连长说的没错 他们在用算盘干革命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我们没有原子弹 经常遭到他国的恐吓 不管是否上过战场 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美国人 用一个小玩意儿 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 悬着 动不动 就让让让让 要对我们做外科手术 别有娘有 不如自己有 国防决定造出原子弹 平直中国的腰杆子 苏联派来了专家支持 结果还没开始就撤走了 人走前销毁了所有的资料 还嘲笑我们设备落后 两年都算不出一个公式 很快老首长发话了 死了张屠夫 都是带牦中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要想我们不受欺负 那就不然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啊 我们就是砸锅卖铁 你怎么就搞出来 首长当即下令 从这一刻开始 这场无声的战斗正式打响 冯石将军带着兄弟们 刚下战场 就去罗布珀找好了发射基地 另一方面 陆光远带领团队隐姓埋名 解决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从开始算到结尾 美国人用计算机 都花了两年时间 我们没有计算机 只能用算盘一个一个的拨 吃喝都不离开座位 没日没夜拨出来的结果 却跟苏联专家的对不上 陆光远立马亲自核对 由于事关国家机密 他身边24小时都有士兵站岗 就连妻子都不能靠近 本来妻子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他因为家庭成分 被划出了名单之外 连续犯战了好几个晚上 陆光远终于可以肯定 就是他们错了 他匆匆跟妻子告别 这一转身 不知道又要多久才能回来 在理论基图打扎时候 陆光远带着团队 来到了罗布霍 这也是他跟冯石将军 第一次正式见面 这里的艰苦程度 跟打仗差不多 吃的不是咸菜 就是野菜 根本看不到一点昏星 在这样的条件下 陆光远发现了石师队 用盐碱水搅拌泥沙 这质量肯定是不达标的 冯石意识不到严重性 这里的淡水极其难取 况且人们喝的都是盐碱水 人喝了这种水 大不了拉座 但用在原子弹测试工程 这坚决不行 不仅如此 陆光远还要求 把今天建的全部拆除 在国家大事面前 冯石从不会有意见 他立马调动人手 从几百公里外 用卡车去拉水 中国人追求的 眼看黎明的曙光越来越近 某些国家却又开始搞事情了 白天 将士们在无星红旗下 豪迈地唱着军歌 到了晚上 全部将士集体看上甘岭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将士们不约而同地跟着合唱 他们都是参加原子弹研究的士兵 当断水断粮时 他们以此为精神食粮 熬过最难熬的时光 就在原子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时 外国人又开始搞事情 核心成员陆光达 只是跟华裔同学打了个招呼 就被外媒拍照 说成是卖国贼 不仅丢了工作 还要被组织审问 陆光达气得抓头发 眼看原子弹发射在即 还有好多工作 等着他回罗顾破处理 由于同学加入美籍 两人打招呼时被外媒利用 他们拍下照片大肆报道 这让陆光达背上了间谍的嫌疑 他所住的地方 全部都遭到收查 在这个节骨眼上 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冯石 却坐在陆光达的帐篷里 听着唱片抽起了烟 抽完衣之后 他第一次离开罗顾破 来到中央找首长 只为替陆光达求情 如果连陆光达都不能信任 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啊 彭时的这句话没有带一点偏见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整天跟陆光达待在一起 他领教过陆光达的严谨 见识过陆光达的爱国志气 虽然他是个大老粗 但陆光达的铁骨比枪杆子还硬 在遇到洪水爆发粮食紧缺食 彭时主张在现有的条件下 全力保障知识分子 但陆光达不同意 他理解战士修基地的辛苦 主张一事同仁同胆共苦 并且他说到做到 在那段时间里 他们一起吃树皮 喝野菜汤 树皮没了 就唱红歌充饥 结果粮食还没等来 反而等来了沙尘暴 战士跟知识分子在一起 共同保护国家的财产 陆光达也冲在第一线 双方的警务员都知道 冯指挥可说了 陆总一个人就能顶三个师呢 冯指挥能管五个师 这样的一个爱国铁士 不应该被刘延击倒 所以冯指善离职守 愿意用脑袋替陆光达担保 五九六 横空出师不是你我的脑袋 能够担保得了呢 你知道吗 我回去 我立刻回去 训令如山 冯指只能丧气的离开 不过他在前脚刚上飞机 就看到了放行李的陆光达 三个师跟五个师 一起回到罗布阔 紧密部署发射事宜 冯指每当想起 兄弟们在战场上受过的歧视 西屎男儿都忍不住抹眼泪 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就要欺负你 让你啊 就像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 就是压不下这口气 老方 咱们的原子弹来了 1964年10月16日15时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从这一刻起 我们中国人终于挺直了腰杆子 再也不怕被人欺负了 毛主席的一句 不着急公布 先通知日本后再说 其中的心酸与激动 更是彰显大国风范 国家兴旺的同时 我们不能忘记 这些可爱的人 因为是他们这一代 替后代吃尽了所有的苦头